你们反正这个刚收够了 这个最后会怎样 清盖 大家直升低看 福爷这一管来的森林走到今天 所以你们先看看 你们现在带去 还有学校的教义等等 都告诉你阿里山茶园 都算介绍这些 这个也叫生态理由 也叫环境教义 他没有去看前因后果 也没有去看台湾 一年付出多少所谓水土保持 山民保益的庞大代价 然后灾难发生 所要做的工程的弥补 大家不愿意讨论这些 你们到网路上去查 查土石流 没有人在讲形成土石流的原因 都直接告诉你下雨的时候 谁怎么样下 全部用工程那一套再介绍 砍华森林一百年的罪魁后手 生物的这个真正的导义的效应 知智不提 这个不是这个就是真的是著作为内在掩盖整个台湾 伤害土地的真正的罪魁后手 那这种东西呢 你要看 国有林地里面为什么可以种山葵 它本身就是违规 从日本时代开始 你要看 为了要种山葵 它怎么做 把照灯这些柳山 从上部往下 从上部往下 所有叶子把它除掉 像一只鸡 偷一个鸡 偷一只鸡头 起来 正根本的魔鬼 给它滴掉下去 种那样的鸡 大概很好看 但是 林路奇的官员 你对这样的森林 把酒叫拉脉过的 这几十年而已都要 而且越来面积越大 你看这样就是要种芥草林 这个就是柳山 这种柳山 你看 他这样 柳底种芥草林 我们去调查二万条被垮掉的那一片 整个就是这样的柳山林 柳底就这样整个利用 有些树太密 它就把它偷偷干掉就死掉了 结果有什么意思 另外就是怎么把它弄死 就是繁状剥皮 繁状剥皮 你看 你让这个森林 我说森林杀鹰 原来森林下面植物会在这里自己掩涕 对吧 有一些耐鹰的蔻叶树等等 就在这里生长 他们现在为了种芥草皮 现在把它整个全部除掉 两三年前我发现他们现在种芥草皮的除草用什么 你知道吗 以前台湾人人不滴肉 猪皮上面有毛 我们就看见那个卖的人老板把那个毛刮起来 对不对 后来先麻烦用瓦斯枪这样烧 对不对 你知道吗 现在在山上我看到在昧野草是用瓦斯枪 在那里烧 噢 我想这有够臭粉 没有够臭粉 难怪天然气真是太多的 你不知道 看会不太想 看你 那就烧 这个是叫做有机草 这个是叫做有机草 你不看到 这个是1993年 发起的时候 賴自宗那裡 現在那個在那裡說的記者聽 隔了幾十年 去年的報導 跟幾十年前的報導 比幾十年前的更呼吸 問題從沒有進去 我只是提醒各位 所以你要針對公共議題 長期最終整個實質的變形 而不是聽任媒體在炒作 他們要的政治目的 最近這麼多的 看來很難看 這從以前開始啊 山豬肉什麼的啊 以前的高山啊 然後你看 我那件衣服就是因為抓到這一批 警察在那裡自己在打雷 那你讓我揭露了 你感覺很慈愛 很笑 我是說好啦 記載你啦 我以前在義山國雅公園 帶過啊 帶過四五年啊 所以國雅公園啊 竟然裡面是警察自己在打雷 坦白講 父子是打雷 山林庫產物 假借 收成那個愛意子 男子仙西專門在打雷的 整條男子仙西 現在動物都到什麼程度 我們楊老師要不要去阿里山 如果要的話 喔 他這個專門做這個男子仙西 用九樣七的 現在還有繼續在讓人家參與吧 比較少 現在多少你知道嗎 那是多少 你看 哇 教授帶警隊 跑一動物 類伍搶警車內 對啊 為了我下午前 我跟你們講過啊 還幫他求情 要不然那個整個就完蛋了 那這些阿里山啊 以前剛剛啊 在興起的時候 查演什麼 有沒有 那有一天 我看到他 上山回家 我問他 你現在到哪裡 他說我現在到達國際機場 幫你找一個 回家怎麼阿里山會有國際機場 有啊 這個機場啊 是這個機啊 後來我演講就 都會講到這個東西 其實這個都出來嘛 結果他一定恨死我了 因為這樣子就被啟毀了 而且還偷光光250 我們帶資產200塊啊 偷光光就是說 所有的毛都拔光啦 這樣知道嗎 啊 啊 那不敢來那些人 帶資產的喔 哇 這樣200而已啦 欸 知道嗎 啊 這個就是1993年 1991到93 我發動環保團體 你去那裡接 接入這個時候啊 啊 這個 鳳山等等的這個行為 然後後來 你知道什麼時候 八八災變之後 阿里山公路 差不多進入正式進入老年期 現在用更大的工程在架 那個塊 在災難地點有沒有 有幾個重大地點 二萬坪的那個瓶頸地帶 現在用高架橋的方式搭起來了 我跟你保證 你們可以仔細觀察 那個搭起來之後 如果明年通車 或者今年就可以通車 你可以看這條橋又可以維持多久 我在南橫 不是18年前後這照 我還拍到那個南橫那個高架的橋 好大的橋 下一次去就不見了 我管 給你們的那個南橫那一本書 欸 還有那個 志豪有沒有給你們 要去和灣山的書 那個 大家要用抽籤的 不夠嗎 現在已經沒有了 還沒有是吧 和灣山還沒有 OK 大概剩下70套 那個要買一本 大概都是一千二一千塊 那我們是 因為要買也買不到 大概我把70套用來 有參加的人 大家抽籤就可以 那南橫那 有參加的都有送吧 那一分錢多塊有 啊 我說我這樣做拜託 你不要給我帶來熬飛機 你如果沒話 你拜託 你就沒用的時候 你送給你們的書 當你們沒有用的時候 你就再回收回來 再計還給我 嘿 或者別人有需要 真的有需要的 不要看 賣工 容易拿到來的 就是不值錢 那個 現在呢 整個阿里山公路 一直經常都 例行性的在崩塌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每個地方 永遠都是工程點 然後呢 當年呢 就產生了這個火災的這個事件 包括呢 一山 放火燒蛋 給你們看 當年的發生火災的時候 還有 我們從這個阿里山啊 阿里山有發生過幾個很有趣的 包括什麼呢 那個 阿里山的基本關鍵是在水之眼 為什麼阿里山不能夠有那麼多里館 因為 這就是所謂 carrying capacity 承載量 那阿里山的承載量的 基本關鍵就是 阿里山的水有限 你知道現在阿里山人吃的水 里克吃的水從哪裡來 從塔塔加露林山這一線 舊水山這裡過來 就過來 你說很簡單啊 那就從嘉義抽啊 從大掌心抽啊 那你要付出怎麼樣的管線跟電力跟什麼 然後也要一個狀的 所以阿里山的發展過程當中 拼命的要去想辦法蓋除水庫 那個自然水廠 曾經就蓋了一個這個五萬噸的大水庫 然後何時何時何時 水庫的地點顯在以前日本時代的火車隧道上面 喔那真的很賢債 那真的很賢債 那不知道怎麼算的 我就不知道 那他怎麼 你看吧 他都選好啦 然後蓋好啦 五萬噸喔 然後呢 開始灌水 灌到八成滿的時候 噗通 就看不到 這個幾年你們記得吧 我上面年代幾月幾號都寫得很清楚啊 九二年對不對 你知道那個水沖下來怎麼樣嗎 就把哇塞比 維華的哇塞比就衝破了 還沖下來把阿里山鐵路 衝破了 阿里山鐵路 衝破了 衝破了幾個月 然後你知道嗎 水公司要賠償 維華的哇塞里錢 維華 什麼維華不管 這個叫做民事 民事 你損毀 他夠的話 你要賠他 很趣喔 你看 然後這天呢 要怎麼辦 他本來要做一段 所以呢 就切斷 變成一半的體積 現在 再用 已經用很久 這個好笑 你看 這就是以前阿里山火車的隧道 這種前後施政 竟然是台灣的這些不曉得怎麼樣來的 然後現在拼命的 你看 台灣在鼓吹本土物種 他真的開始笑 其中一個物種 就是這個山英花 喔 那是消到全台灣到處都是山英花 現在忽然之間 從幾年前開始 發海發海 哇 要是嗎 波斯基 玩個花哥 到處都是發海 那個蘇維草 那個什麼東西 然後 你們有沒有想過 像這種一歐風 突然之間的 這樣的文化 怎麼形成 懂得搶這個商機之先的 就賺到錢 你知道全世界最好賺的行業叫什麼 賣夢想 像好萊塢 有沒有 好萊塢專門賣的就是空洞的一個大命想 喔 那個獲利最高 如果要賣實際的東西呢 只要加上水的東西都很賺錢 冰淇淋的賺錢 最賺錢的就是醫藥的那個藥 那一隻咻咻要賺一瓦 你要等到這樣 那真正要賺錢是以前賺錢 以人賺錢 以勞力賺錢當然都不用你說 這樣這種本土樹種 所謂的本土到底是什麼本土 我也搞不懂 這些都是本土ED啦 你看現在三櫻花 這個阿里山公路的 每一條公路的行道樹的變遷 請你把你家附近的行道樹做幾年調查看看 你把鄉村早期我們做陰的行 台灣南部最多的行道樹就是蟲子嘛 那時候做陰的大家 贏得高鐵這樣弄蟲子弄得痛到有沒有 乘幾何時蟲子弄到五十 做什麼?木棉 木棉做到外國家 忽然之間怎麼全部變成小黑懶人 我現在都變成美人鷹 我告訴你 那些是什麼東西啊 某些廠商已經生產了一批什麼東西 政府就跟著換 哎呦 什麼叫做立化 那不簡直是大型盆栽嘛 一直在換嘛 我已經跟你們講過 我每一次看到那個花火 我看到什麼實在是在臭幹蕉子那裡 沒有在環保 所有歷來在那邊做的那些環保工作 哪一項複合環保 做那個那裡的東西是在做什麼 高耗能真的只是傷害那個 但是大家有錢就拿來這樣製造垃圾 大家通過說 怎麼用這個做環保 心一點都沒有這種概念的時候 你給它看這櫻花的時候 年後你知道做什麼 神明砍掉來當垃圾也埋場 這種事情 一而再再而三一來發生 這裡就會這樣 為什麼八八再被阿里山公路會垮掉 鐵公 鐵路的一邊垮 公路一邊垮 就在這裡搞了一個垃圾也埋場 外加一個停車場 這個歷史構成啊 很像這個啊 你看看那個當初在做的啊 後來就八八再變化生了 你看哇 不錯耶 雲霄歪車 鐵路就在這裡 我會變無意了 現在無意了 現在已經拆掉了 看不到啦 我們到達阿里山啊 的時候 阿里山1982 剛蓋好 8384就蓋了一個這個東西 在地人很高興啊 阿里山公路暢通啊 然後呢 蓋了一個 上面就蓋了一個武縫啊 1980年代武縫就被推倒了 你看這是當時的 建造人是誰 什麼的 民國73年立的 1984年 當時的縣長 徒德子等等 1980年代 有沒有 那個 台灣人啊 或者原住民開始平淡 把吳鳳的事件暴露 然後認為這些 日本時代所揍的神話 不應該再繼續存在 這個吳鳳就被敲破 可憐的馬跟他無關啊 他敲斷啊 吳鳳被敲破了 最後被拉倒下來 原住民啊 那一批人 就把他拉下來 其中有的人已經死了啦 在那個構成裡面的這些 這些 好啦 吳鳳被拉下來以後 阿里山女就在討論 接下來我們應該立一個什麼呢 討論了老半天 最後一個結論做 這樣好啦 看起來只有釋迦摩尼沒有爭論 就立了一個釋迦摩尼的像 那這個吳鳳公其實從來沒有消失過喔 吳鳳從來沒有消失過 在現在你去看看阿里山公園 阿里山的仲山公園裡面 欸不是啦 咖哩啦 咖哩公園裡面 那是仙 還有很多地方 那是仙 現在 哇 釋迦摩尼上來了對不對 但是人家釋迦摩尼是很清楚的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 人世間是無常的 所以釋迦摩尼很安分 他也知道隔不久 他就會叫犀利 後來一個猜笑 為什麼 其實這個過程我們大概都有參與過 台灣在進入2000年到2008年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深層的事件 當時有個行政院政務委員 叫做林勝空 他呢 他會 他有來找我們 然後對阿里山 對台灣的農民土地 台灣的整個未來高低的這個生態體系保護 應該怎麼做 那一位是我看過 最最理性 而能夠採納民間意見的政務委員 你們知道政務委員相當部長吧 他只是不管部會部長 政務委員相當大喔 位階相當大喔 他等於是 這個內政部長 經濟部長 這樣子的職位喔 那這個政務委員呢 他是直接 當時是由習坤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是台灣整個有史以來保育最高張的時候 那一段期間坦白講 政治真的非常有效力馬上可以改變很高的 我只是隨便講一個 張國榮當環保署長的時候 那有一天打電話給我說 現在台灣的環境影響評估委員要重選 幾年一任要重選 那要我去擔任 選這些環保委員的委員 要去挑出這些人來 要來決定誰是台灣的環保署的環評委員 那我就去了喔 然後要產生這些環評委員的 這個組成裡面啊 這些人是融來的 當然都是由環保署長 環保署在操控 要找誰來選出這些委員 對吧 那既然他當政了 當然他找我去了 那我去以後我就發現到 按照那一次副署長組織的 按照他們的辦法選下來呢 台灣的環評委員 結構從沒有改變 我當場我轉給那個副署長 我就給他發表啊 我不贊成他們那個方式 因為他那裡有什麼 有各個部會百分之多少 官員就有幾個 什麼幾個 什麼幾個 那由這些人來組成 來選誰當環評委員 我那個開會的時候 直接簡單講 好啦 當場我跟朋友 我等於是鬧場 回來以後 就讓他們開會開不成 回來喔 我直接打電話給署長 我說 你叫我來選這位委員 按照你們自己在裡面 沒有照顧好 拼任那個副署長這樣亂搞 跟以前的環評都一樣 如果還是產生這樣一樣的 對不起我退出 然後呢 我就跟 主務聯盟 跟什麼 大家討論好 這一屆 要推出的環評委員 應該哪些人有多少 那是鍾好民國第一次 把環保人員送進去當環評委員 包括誰 跟鄭 說我要他上去 我就說我要他上去 文魯斌 一個美國人來那個 他最後讓張國榮恨死了文魯斌 為什麼 他就有一點就是變成到後來 按照他講 我是不了解 反正哪 那一屆選出來的環評委員 讓台灣的開發單位收 不要啦 不要給市信慶 我們換政府這麼信慶 隔了一下子 前部又前部改變 選舉當然很有用 政治當然操控一切 曾經 考選部找我當 什麼的 林務的這個什麼的 考選委員的召集人 我也找楊老師來 也找林務級要用的人的高考讀考 我還出夠那個特考 你要知道 考建 整個讀導台灣的教育 你掌握這個資源 我就能夠變更整個嘛 可是我不能亂搞啊 不是說我選上了 我就亂搞啊 我要出這個題目 你知道我怎麼出 我說林務級要用的人 我就把林務級長 護級長找來 以前還沒有人找林務級長來出集 到了我手上我就把它這樣搞 他們都很高興啊 我說人你們要用的啊 對不對 然後我在找 那一年開始 高普考的這個 寶藝的那個林業的走向 我想有改變一段時間 現在不知道變了 我就不知道啊 因為出一次考題考四年 出彼頭 我也考過那個 原住民的所謂的特考 你要知道 非常多的 你只要掌控著住 那一個 所謂的key point 他真的換到現在是傳播 全部都換 那很多人 你看現在什麼NCCC眼眼什麼的 公器 公權力 我鼓勵大家拼命出來選舉 政治 是眾人管理眾人的事 政治沒有肮脏的 過去政治肮脏 是因為肮脏的人在搞政治 這個社會 會因為你的加入 而變得更美好 每個人要互相砥礼 沒有那個公還沒人為元勤 這一回事 現在的世界 台灣有史以來 從來沒有這麼自由夠的時候 你還不善加利用 你還不善盡責任跟義務 那你在等什麼 你在堵止什麼 所以我說啊 我明年我要選理長 選理長啊 配合蔡志豪給他選私人 看誰在選立委 我叫他 我說 任何選舉您都要給我參例 不要花任何一毛錢 我們把所有的選舉過程 就當作環境教育先導 環境運動解說 就是這個樣子啊 通通不用用什麼耗費什麼 這個耗材的 盡量少用 不然我們平常就在這樣 人工啊 有那個議會還有人還會賣 然後你讓我選上 哇 好啊 我就把錢力怎麼樣 嚇壞 我那個時候 那個邦尼去競選說 我們幹市長的時候 怎麼幹 黑眼者 以為自民 我不是說 整個採取 你也有錢力敢下放 責任大家 但是呢 政府要提供的是高自民 我要找高的這種自民團隊來 提供來幫助市民 然後決定請由市民來排除 我跟你說 台中市有夠好康 只有那些中央 現在哪一個都市有像全台中 全台灣有哪一個城市 像台中最好康 你知道為什麼 我解析過台中的百年發展嗎 他是全台灣九大城市裡面 最晚最年輕的一個城市嗎 在日記時代 他是日本人 開始規劃成為一個都市才出現的 所以日本人按照以台中 火車站為核心 一個延前型的發展 主要幾條株株網狀的道路 接著聯絡的道路是會緩醒的 你會覺得像現在 過度發展以後就出現 台中市只管一條路 這一邊叫什麼 這一邊叫什麼 我又來中路 需要做的 不做 現在你換那一條中港路 幫你換到台中大道 真的要抓三部修改 那是做什麼 莫名其妙 換的是什麼 台灣大道 你是什麼 真的 真的 要做的 不做 我講到這些 就太細小到 我覺得會降低自己的格調 台中的最主要發展在哪裡 東七沒有辦法都是更新 那條鐵路 給你動條分隔 它整個空間 這個 其實那個早就應該地下化 或者是怎樣了 台中市其實 它是後來最晚發展 以至於 前台灣的土地 都市土地通通炒光 最後 尤其1997年 香港大縣之後 香港回歸中國之後 那裡的以前 又湧到台中市來 把台中整個幾十年 最大的產業 火車頭產業 叫做營造建築 台中 所得你知道嗎 全台灣 利息所得最高在台中 私有交車最多的在台中 我女兒的同學的爸爸 家裡有七部車 禮拜一到禮拜天開不同的車 這導致到 只要晚上八九點之後 你看看台中的夜生活 有些人在什麼天堂 這就造型怎麼樣 你知道嗎 台中人對公共設施的需求 就很低落 所以台中捷運到現在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民給他壓力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土地累積到財富的這個湧路 到整個台灣 台灣人所有裡面 台中的除夕的守則 是全台灣最高 台中最多產業 你要看這個發展裡面 為什麼台中 然後台中為什麼 是全國的風化城 以前清錢剛嘛 對著離軍來度假嘛 所以開始 台中的花街 台中的色情文化的火車頭 就在台中 跟台灣的 我訪問過 那些做色情行列的 他們有全台跑碼頭的規矩 你知道嗎 因為比如說我在這個城市 就是賣村對不對 啊久了都是那幾個人 就沒有新鮮感啊 所以我就要到台南 到哪裡 他們這樣賺 他們繞了一圈以後 告訴我 全台灣最好賺台書在台中 然後台中有很多的這個 這個色情文化的新點子 都是從台中修起的 你知道嗎 啊 比如說我分析這個 台中的這幾個結構 我研究過 大外的北方嘛 包括那個假處理啊 台中的整個這種性格 為什麼會是 欸 我好像在講過了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我們在談阿里三毛 怎麼在談阿里三毛 哈哈 沒有我去啊 而且我們是三毛 很深的 對